在上个世纪70年代 80年代初 我们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做出了一个政策 就叫让一部火人先复起来 但是一个立志为 全体中国人民母幸福的政党 他说出这样的话 而且他把它做成政策 为什么 我说我们一定要 回到当时的历史时期去看文明 因为我们中国社会 经过建国后 接近三十多年的时间 我们是在传统的 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 计划经济的背景下 我们发展起来的 在那么种背景下 我们中国社会 已经被这种大国患的观念 给深入到我们每个人头脑中了 大家都是不敢富裕的 因为你一富裕 就是资本主义 我就要割你的尾巴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如何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大家敢富裕 能富裕 会富裕 怎么办 共产党要率先做示范 给大家吃个定心碗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说 共产党员带头自护 这是我们历史政策的必然 这个历史政策的客观必然性 我们到今天 坚决不能否定 但是任何政策 它都是有历史时效的 持久大以后 大家看到了 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 他特别强调 共同互裕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那么历史走到今天 我们中国共产党 也有资格 有底气 让中国人民 在共同互裕的大陆上 卖出坚实步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